車超多 我今天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運送地瓜球的路上 遇到好幾個環燈的 地瓜球非常輕 所以就呦呦呦呦這樣 還有地瓜球飛躍一顆 吃一顆我們這個地瓜球壓壓筋 地瓜球沒有美粉有靈魂啊 這毛也很難取耶 好像只要你的尾音啊 稍微上揚 然後很多人就會說你做做 對 這是什麼意思嗎 只是要抱怨一下 Now is 禮拜一 and 我剛下班 如果你有看我的vlog 我肯定也知道每次下班的routine 第一件事就是reelgo yes 所以呢 咪咪 come in here 他們兩個這樣看起來這樣子是不是 呆呆的 因為他們兩個剛上廁所玩回來 然後 我家那櫃子 撞到這個桌子 凹了一個大洞 現在越來越大 這邊呢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來我看一下我桌上 我家小塔皮上面 現在有兩包食物 跟一個reelgo的reelgo袋 這兩天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要金錢蒸紅球 我這兩天最想吃的食物叫做地瓜球 照片我家方圓三公里 沒有人賣地瓜球 三公里以外就有一間 我剛剛就騎著摩托車 載著這兩隻他們在我的踏板前面 然後就買了兩包地瓜球 終於買到了 是你以為我的夢就此緣了嗎 NO 我跟你講圓夢的路是非常的累 這一樣球非常輕 很輕你知道風吹就呦呦呦呦這樣 踏板前面塞了兩隻 狗 我不可能把它掛在前面對不對 因為第一個可能會壓緊 第二個最重要是他們燙的上去 本來不可能 所以我就放在我的那個把手上面 然後那風一吹就呦呦呦呦了 現在上下班時間 那個整路上 車超多 我今天就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運送地瓜球的路上 遇到好幾個環燈的 突然媽媽停在馬路中間 開始講電話 馬路中間 不然就是什麼 別沒有停車格嘛 移車移到 我為什麼移到馬路中間 突然停下來等他 還有地瓜球飛躍一顆 更誇張的來了 我今天早上呢出門上班前 打開我的AirPods Pro 這個才買大概兩三個月嘛 我不確定通勤的路上 一定要聽AirPods 就是要聽歌嘛 聽Podcast才會增加我內涵 打開來 What 我的耳機勒 剛才是 我的耳機哪有兩個都不見了 翻遍了我所有的口袋 到現在還是 下落不明 先吃一顆我們這個地瓜球壓壓筋 靠北啊 我 忘 自己 家 美粉啦 地瓜球沒有美粉有靈魂嗎 我的圓夢之旅好尷尬 吃著沒靈魂的地瓜球 來忍掉 OMG So sad 另外一盒呢 我沒有看過有人這樣賣的 它是沾醬的 煉乳跟巧克力的 它一顆你要帶著上 它是蠻特別的 但我還是懷念了傳統的地瓜球